最近呢就是美国对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 包括说中国的产能过剩 要我们减少产能 包括这个要我们在那个台海啊 南海啊降温 那么其实排在这些问题前面呢 排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减少这个俄罗斯的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在过去两年 俄罗斯成功的抵住了这个西方的压力 是因为啊这个中国起了作用 特别是对重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起了作用 所以最近这个问题美国吵得很热 那么为了这个要求中国这个减少 他就发出了威胁嘛 这个如果那个不变他就要制裁我们 尽管中国说我们是正常的经贸来往 没有给他们军事严重 而且我看那个美国国会不是听证吗 就问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将军 那个将军说确实没有证据啊 中国给那个俄罗斯军事援助 但现在他们那个 就是不这么管的 他不管事实的了 就认定你帮了忙就要制裁 所以就发出了这个威胁嘛 金融制裁我们 把我们主要的国有银行吧 提出那个swift结算系统啊 那如果这个事发生当然对我们的那个 那个贸易啊 国际结算很不利了 但这个事是个双面论 对我们不利对他也不利 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那个他的很多商品离不开中国 如果他真的下了这金融黑弹 那坦率讲是护伤的一个事 我们受伤他肯定也受伤 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他真的用这个金融核弹 那我们对台湾动手就毫无顾忌了 对不对 原来不是说对台湾动手 还是有点顾忌的 既然你那个王台都打出来了 那我就动了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感觉就是 他更多是个威胁吧 实施的可能性很小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